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连靠近你多一公分 你都会觉得浑身不舒服 那注定了不会有什么好的故事 相反 如果连你最重要的东西都可以让对方去触摸 那便已经是心里的意中人了 一般来说男女交往 中年女人一旦爱上你了 就会让你进入这个境地 不爱便不会给你这样的权利 也假装不出来 进入她灵魂深处的伤疤 一个女人到了中年 还是一个单身的状态 要么是她被旧情伤得太重 以至于对爱情 对男人失去的兴趣和信心 要么就是她的要求太高 一直没有遇见那个合适的人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 归根结底 其实就是心里有癥结 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人 别看在大家的眼里看来 有的事情可能微不足道 但对于当事人来说 往往就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其实 人生路上 谁又不曾受过一些伤呢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她灵魂深夜的伤疤 其实就是她的一个禁区 不管是童年的阴影 还是前任的伤疤 一旦她允许你进入 去抚平伤口 那其实就意味着 她已经爱上你了 否则 单是你知道了 她的痛楚这件事情 就足以让她远远地躲开你 进入她出生长大的家庭 家 永远是一个人最后的港湾 尤其是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在大城市里 漂泊的岁月里 她可能会经历过一些男人 但很多不过就是逢场作戏 或者只是一时之虚 毕竟 她和他们的生活交集 只在每隔一时间 就要搬的房子 成年男女之间 本来就有很多的假戏真唱 也会有很多的逢场作戏 爱不爱 有时候并没有那么真心 不过 一个中年女人如果会告诉你她的家境 甚至会带你回她出生长大的家庭 连这个禁地都给了你了解和进入的机会 那一定就是爱上你了 不仅仅只是对你有好感 要知道 中年女人擅长保护自己 连最后的退路都给了你 那便是爱上你了 进入她独一无二的身子 爱情就是这一种特别的魔力 能让一个人毫无所求的 为了另一个人付出 尤其是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她很清楚爱和暧昧的距离 如果只是和你有一定的暧昧 或者觉得从你的身上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那自然就会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看上去 你好像很容易就能得到她的人 但事实上 哪怕只差最后一步 你仍旧不可能得逞 所以说 中年女人一旦爱上你了 那她就算在现实 也仍旧会甘愿在这段感情里付出 也会让你进入她独一无二的身子 这个天底下所有女人的境地 但凡不够爱你 或者觉得没必要在你的身上浪费时间 跟你在一起没有未来 她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期 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 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 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 解决情感问题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 请尽情地留言 我将一如既往地和大家保持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